她的老家在美国佛罗里达 她常漂浮于水面或在沙滩上晒太阳 却在水下埋在沙泥里休息 她就是珍珠鳖 敬请关注本期龙广间地 珍珠鳖的养殖青蜀 传播农业科技经营知识 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你好观众朋友 这里是农广天地 我是曾璐 佛罗里达鳖个体较大 性情温顺 抗病力强 生长速度快 近几年是我国浙江广东等地的热门养殖品种 市场供不应求 价格居高不下 它的养殖耗水量 仅是常规鱼类养殖耗水的十分之一左右 具有节水 节地 养殖效益高等特点 因此受到了很多养殖户的欢迎 而且佛罗里达鳖 还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 叫珍珠鳖 我们挑选珍珠鳖做总鳖的时候 要求一般要养殖已经三年了 母鳖要求过头的重量大概在8斤到12斤左右 这个是母鳖 外观没有什么损伤的 比较漂亮的 皮型正常没有七型的 活力很好的 母鳖怎么分呢 母鳖它这个尾巴比较肥比较薄 这个公鳖 公鳖的话跟母鳖的区别 它就是那个尾巴比较长 长出的那个群鳖以外 公鳖的重量 选大概就是三斤到六斤就可以了 因为它同一个年份都是长三年的话 公鳖长得比较慢一点 引进回来的种鳖 要按每立方水体抑制的密度进行投放 雌雄比例为3比1 种鳖在正常养殖的情况下 可以利用20到30年 种鳖阶段的四位 一般是选择总粗蛋白含量在45%左右的 种鳖配合饲料 用机器将饲料制成面团状 直接扎在饲料台上 珍珠鳖的摄食主要是受水温的影响 一般水温在25到35摄氏度时 每天的四位量为全池憋体总重量的2%到3% 当水温在15到25摄氏度时 每天的投位量为全池憋体总重量的1%左右 当水温低于15摄氏度时 就要停止四位 每天的四位量在上午8点和下午6点分两次投位 上午投位总重量的40% 下午投位总重量的60% 除了上面所说的定时定量 这些注意要点之外 还有一点 就是这大块头非常胆小 进行投位的养殖源最好固定 不要频繁更换 否则这家伙因害怕就拒不吃食了 每半个月对池水进行一次检测 池水的PH值要保持在7到8.5之间 当发现水质值低于7偏酸时 使用双石灰进行调解 具体用量请参考使用说明 进行全池泼洒 当水质PH值高于8.5 偏减时 可以泼洒EM均进行调解 具体用量请参考使用说明 除了调整PH值 氨蛋含量 亚硝酸岩含量 也是很重要的 每升水中 这氨蛋含量不能超过0.2毫克 亚硝酸岩含量不能超过0.1毫克 为了保证这个标准 我们必须每半个月对池塘进行一次换水 每次的换水量为池水的三分之一 每天要在下午五点开启增氧机一到两个小时 使池塘内的溶氧量保持在每升五毫克 当气温低于15摄氏度的时候 珍珠鳖就开始进行冬眠了 这个阶段他们不吃东西 所以一般不用进行管理 转到来年的二到三月份 随着气温的上升 珍珠鳖又开始吃东西了 我们就要在平均水温超过15摄氏度时 开始给他们进行四位 在这个阶段四位方式与四位量跟之前是一样的 接下来咱们来看一看产卵期的管理 四到五月份 当水温高于20摄氏度时开始交配 大约20天后开始产卵 直到八月底结束 珍珠鳖主要是在池塘四周植物遮阴下的泥土处产卵 所以在珍珠鳖产卵阶段 池塘四周的泥土必须保持湿润 以便珍珠鳖上岸产卵 因此要每天开启一小时池塘四周的喷水设施 除了这产卵的场地湿度的问题 周边环境要保持安静 前面说过 这珍珠鳖生性胆小 到了这产卵的特殊时期 更是要小心谨慎 在产卵之前 它会偷偷地潜在水面观察岸上的情况 只要是有一点声音或者是人有晃动 它就会马上退回水里 瓷鳖一般是在傍晚上岸产卵 一个接一个的卵被产下 瓷鳖每次产卵十到三十枚 产卵过后 它会用泥土将卵掩盖 它会吃糖 产卵期自五月份左右开始 会一直持续到八月份左右 每只瓷鳖每年产卵四到五次 养殖人员每天下午两点进行减卵 要在吃糖四周找着瓷鳖藏好的卵 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有经验的养殖员会顺着它们的脚印去寻找 当发现有不规整的被翻过的泥土 就要仔细地看一看了 说不定就有我们要找的卵 小心翼翼地挖 看看这一枚枚沾满泥土的就是它们的卵 先把它们擦干净 然后整齐地摆放在箱子里 目前珍珠鳖的孵化 主要是采用人工孵化的方式 进行人工孵化 一般只需要五十天左右 就可以出壳 孵化率基本上都能够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 当然前提是科学管理 孵化室内要设有五到八排铁架 同时还要设有供暖设施和排风设施 下面让我们来看一下 在进行孵化之前 还需要进行哪些准备工作 用来孵化的孵化箱 要提前进行消毒 一般使用一笔两百的高磨三甲溶液 在这些年的养殖过程中 养殖员发现用不同的介质 来进行孵化各有优劣 传统上的介质 有泥巴 还有黄沙 泥巴的特点是保水性强 但是透气性不好 孵化过程中水分很适合 但是由于透气性不好 导致氧气不够 黄沙的特点呢 透气性好 保水性不强 氧气够了 可是水分不够 那么近年来呢 出现了一种很好的珍珠鳖孵化戒指 就是制食 又有泥巴的保水性 又有黄沙的透气性 同时保证了孵化过程中 所需的水分与氧气 而且重量很轻 更方便操作 是一个十分适合推广的孵化戒指 在制食盆内加入水 进行搅拌 那加入多少水才合适呢 我们在这儿啊 教您一个小窍门 用手捏住制食成一团 撒开手后 制食团即能散开 表示制食的湿度正合适了 先在孵化箱内放上三厘米左右厚的制食 接下来就可以进行受精卵的挑选了 受精卵的壳顶有一个小白点 白色的周边清晰圆滑 我们将所有受精卵挑出 然后将受精卵放入孵化箱 将白点朝上放置 卵与卵的距离控制在一厘米左右 在这里还有一点要注意的 这些没有白点 或者白点不明显的 现在不能直接扔掉 再放两天看看 两天后再进行挑选 我们将受精卵挑出 如果还是没有明显的小白点 再处理掉 受精卵摆放整齐之后 在均匀撒上一层五厘米左右厚的制食 就可以直接放入孵化室 最后要用硬纸板盖上 并且用砖块压实 目的是避免孵化箱内 致使水分迅速的减少 同时还能够防止老鼠 蛇对受精卵的侵害 压得这么实都没有缝隙了 怎么能够保证孵化箱内的氧气呢 您别担心 这孵化箱两侧分别含留有两个直径在三厘米左右的小孔 以保证孵化箱内空气的流通 一般室内的温度在三十摄氏度左右 空气相对湿度在百分之八十左右 最适合珍珠鳖的孵化 只有严格的做好温湿度调控工作 才能够有效地提高珍珠鳖的孵化率 当室内温度低于三十摄氏度时 开启增温设施进行增温 当室内温度高于三十摄氏度时 进行开窗通风就可以了 当空气相对湿度低于百分之八十时 可以向孵化室地面洒水来增加湿度 当空气相对湿度高于百分之八十时 打开排风扇减少湿度 关于湿度除了这室内的空气相对湿度 孵化箱内的制湿湿度也十分重要 我们每三天检查一次孵化箱内的制湿湿度 如果湿度太小 捏住时不能成团 可以利用喷雾气喷适量的水 这制湿的湿度是十分重要的 它直接影响着受精卵接受到的氧气和水分 我们要将这孵化室内 每一个孵化箱都检查一次 丝毫不可马虎 温浊质量安全 遵守产品源头 农广天地 推出大型系影片 从农田大餐桌尽情收看 中阳河豚 健康无独 地理标志 值得信赖 科技领先 创新五线 春花新陈系 换代大行动 沙漠绿周期 国家发明专利 甲醛去除率90.6% 沙漠绿周期 车型天下 我选钱达 钱达电动车 中国山羊新品种 简州大二羊 体型大 生长快 最大可涨400斤 四川省简阳大哥大牧业 LED节能照明专家 中明科技 孵化过程中 珍珠鳖壳顶的白点 会不停地扩大面积 直到全部变成白色为止 人工孵化50天左右 鳖苗几乎就都出壳了 接下来 咱们就去看一看 鳖苗的饲养管理工作 是如何进行的 刚刚出壳的小鳖苗 身上还带有 臍带和姜膜 有的甚至还带有 未被完全吸收的卵黄 这个时候啊 千万不可以 人工地将这些胚胎 附属品出去 应当让它们自然脱落 一天后 等旗带姜膜 这些东西 自然脱落后 就可以将它们清洗一遍 清洗时的水温 要控制在26到30摄氏度 再放入干净的清水中 再氧一段时间 再氧的水温 与清洗时的水温 是一样的 小鳖苗的开口饲料 对提高鳖苗的成活率 至关重要 要选择总粗蛋白含量 在48%左右的 质鳖配合饲料 每天的投位量 为鳖苗总重量的10% 每天分三次平均投位 每天还要对小鳖苗 换水一次 水温要控制在 26到30摄氏度 饲养到第七天 我们还要给小鳖苗 加强一下营养 在水中 倒入甲鱼专用 复合维生素 可以提高小鳖苗的 免疫力和抗病能力 具体用量 请参考使用说明 经过了10天左右的 再养阶段 我们的小鳖苗就可以投放到池塘中 进行养殖了 这个时候 也就进入了右边的管理阶段 养殖右边的池塘 实际上是一个温室大棚 但是在室外平均水温高于20摄氏度时 是全部露天的 只有在室外平均水温低于20摄氏度时 才会盖上保温塑料膜 大棚内设有10个右边池塘 每个右边池塘大概在50平方米左右 同时要配上增养摄氏 饲料台 还有在水温低于20摄氏度时 使用的加温摄氏等 右边进糖前 同样要将池水放干 日光曝晒三天 然后再注入少量水 使用每立方水体30克的漂白粉 对池塘进行消毒 然后注入新水 水深为30厘米左右 憋描下糖前要进行一次消毒 使用浓度为3%的食盐水 进行浸泡消毒 浸泡10分钟后 进行投放 密度为每立方水体30只 在这个阶段 我们四位总粗蛋白含量为45%的右边配合饲料 每天的投胃量为右边总重量的5% 每天分两次投胃 分别在上午的8点和下午的5点 每半个月 每半个月对右边池塘进行一次水质测试 池水的PH值要保持在7到8.5之间 每升水中 氨氮含量不能超过0.2毫克 亚氧氧氧 水量含量不能超过0.1毫克。 溶氧量在5毫克以上。 具体调控工作和种憋池是一样的。 每个星期对池塘进行一次换水,每次的换水量为池水的三分之一。 随着憋体的增长,水位要每个月加高10厘米,一直到80厘米左右。 就可以停止加高了。 我们可以根据水位的高度,调整饲料台的高度,方便右边进行取食。 在10月下旬室外平均水温低于20摄氏度时,就要覆盖保温塑料膜,以保证右边不进行冬眠。 缩短养殖周期。 然后开启加温设施,将水温控制在25摄氏度左右就可以了。 管理方式与之前都是一样的。 一直到来年的4月份左右,在室外平均水温高于20摄氏度时,我们就可以拆掉保温塑料膜了。 经过一年的饲养,这些小家伙已经有一千克左右了,就可以转到橙鳖糖养殖了。 转糖时,先进行放水。 将水位放至20厘米左右,方便我们进行补捞。 橙鳖池糖和种鳖池糖的面积、结构都大体相似。 投放之前,同样也要进行晒糖和消毒的工作。 之后,加水至2米左右。 橙鳖阶段要雌雄分糖养。 雌鳖投放密度每每立方水体一只。 雄鳖投放密度每每立方水体两只。 这雌鳖橙鳖虽然是分开饲养的,但是在四位、水质调控等管理工作上还都是一样的。 在这个阶段,我们的水质调控与种鳖阶段是一样的。 橙鳖阶段,为了保证这个大块头的营养,跟上它的生长速度。 我们主要把管理工作放在四位上。 四位常鳖配合饲料,总粗蛋白含量在40%左右。 四位量主要是受水温的影响。 一般水温在25到35摄氏度时。 每天的四位量为全池憋体总重量的3%到4%。 当水温在15到25摄氏度时。 每天的头位量为全池憋体总重量的2%左右。 当水温低于15摄氏度时,就要停止损位。 每天的四位量在上午8点和下午6点分两次投位。 上午投位总重量的40%,下午投位总重量的60%。 在乘憋池经过两年的养殖后,熊憋达到2到3千克左右。 磁憋达到5到6千克,就可以上市销售了。 捕捞方式一般为徒手捕捞。 进行捕捞的时候,要求将池水的深度放置1.5米左右。 养殖人员下水,用脚踩摸。 当踩到珍珠鳖时,立即用手捕捉。 一般是利用布袋来装珍珠鳖的。 因为布袋是透气性好的工具,比较适合珍珠鳖的长途运输。 关注质量安全,专属产品源头。 农广天地,推出大型系列片,从农田到餐桌,尽情收看。 怎么样朋友们,通过我们今天的介绍, 您是不是对这个来自佛罗里达州的珍珠鳖有所了解呢? 珍珠鳖属于特种养殖, 它在品种上,管理上和市场需求上的特殊性, 决定了它的稀有和价值。 目前,想要通过养殖珍珠鳖来致富的朋友是越来越多了。 在此,我们还是要给这些朋友们提个醒, 特种养殖有风险, 您在选择养殖品种的时候, 一定要量力而为。 好了朋友们,本期总网建议就是以上这些内容。 如果您想查询栏目的更多内容或信息, 可以登陆中国网络电视台。 下期节目,我们再关注。